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时空感受台北城市魅力 首音会现场雄赞与民众一同庆声 晚起台北有奖争达 气氛热络温馨 接下来还有连串活动启发 台北踏手馆2002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 其实它也陪着许多的市民朋友一起成长 所以透过这次印台北的一个放映电影的活动 当然是希望说过去这几十年来台北的一个发展 其实变化非常快 那透过不同时代的电影 让大家了解到在台北的发展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大家想象不到的当时的街景内容 还有像这次我们看到把踏手馆的周边 我们已经把它装点成 过去在可能比较早年 大家看电影的时候会有的那个影厅的样子 目的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 台北的发展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跟几十年过去其实能变化的过程相当快 所以透过这次放映的内容 我们从我是一片雨 练练封城 然后饮食男女再见台北等等大道城 从几十年前到可能近几年的 不同的影帝影后的影片 带领大家回到过去看看现在 那当然是展望未来 那希望探索馆未来一年比一年 我们能够带给大家认识台北的东西更多元 那了解到更多台北的发展 当然也不会只有单纯的观赏电影而已 我们这次有很多活动 在这个踏手馆里面 我们有许许多长的QR Code 欢迎大家来答题问答一下台北的一些小知识 那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礼品 那当然除此之外 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活动 从这种做开始入去都有 目的都是希望大家陪伴台北踏手馆 路过20岁的生日 那就希望这个台北探索馆 每一年每一年的更好 那这样子的活动 欢迎大家多多参与 台北探索馆2002年成立起 透过不同主题策展 让大众了解台北的生态人文历史 今年将四楼发现剧场空间 布置成复古场景样貌 包括影城售票口 杂货店 复古礼法厅 唱片行等 同时在馆内埋设寻包店 民众扫描回答台北相关问题 就能获得限量好礼 鼓励大家来探索台北 了解城市故事 记者问君台北报告 周周抽万元 圣诞抽苹果手机 夜市优惠以及聚餐美食地图 点数折扣等好康 都在台北市商业处举办的 美食在台北数位回馈活动 民众只日起到11月24号指 透过台北通App 登记绑定一家支付业者 在12月期间 到合作餐饮业者消费 可享有每笔10%的餐饮回馈 还有许多额外加码 除了制服提供的 每个人绑定可以赚500块以外 当然从今天开始 YO卡YO付多一连串的 行销加码活动 这是可以加码联机回馈的 而且而且而且 为了鼓励市民或是国民 使用YO-YO付来绑定 这是有意义的活动 还有我们写得很清楚哦 我们在12月 周周抽万元现金 只要你有绑定有使用 就加码抽万元现金 还有还有 因为12月很棒的圣诞节 那公司也鼓励我们 希望说我们再加码 所以我们在12月份 又加码抽一支iPhone 这是我们公司 斗内刷的豪力 最后最后 只要新户 只要是没有用YO-YO付的新户 我们每个人再给100块 的YO-YO付的现金券 这是YO-YO卡公司 对YO-YO付这次活动的加码 那接口其实除了提供10%的现金回馈之外 那接口的现金回馈最大的特色是 我们是利息回馈 就是消费者在消费的当下 就可以马上抽到这个回馈 那除此之外 接口还额外提供三下人加码优惠 就是在活动期间 接口同步推出 一个叫美食地图的系列活动 只要消费者到 地图的系列的店家中消费 除了原本的10%现金回馈之外 消费者还可以最高获得额外再10%的回馈 等同一块一笔消费 最高可以享20%的接口并回馈 那第二点 于美食地图活动中 消费者还可以再领取接口 限量8型的接口券 只要到指定店家消费 那最高最高可以在直接限制了300元 等同于他除了有28合馈之外 他可以在限制了300元 那最后消费者只要绑定银行账户 或使用戒笔口币明卡的消费 会额外再获得1%接口币的回馈 台北市一直非常重视 这个餐饮美食的回动 那当然这一次连续将近三年的这个疫情 我们也看到整个 尤其餐饮业遭受了很大的这个打击 那么去年我们针对这个餐饮业 我们有很多的活动 今年我们更进一步连续有三拨 针对餐饮美食的这个协助 那么在7月初7月12号左右 我们推动了一个将近一个半月的活动 是针对稻点甲芒嘎 我们先针对蒙甲地区来做一个重点的协助 跟在9月中午我们又推了这个台北美食月 再次希望帮忙更多的餐饮业 现在是我们第三拨整个叫做餐饮数位回馈 我们特别希望随着这个疫情的解锋 随着这个大家开始渐渐的走上街头 那么我们更鼓励在数位转型的情况之下 我们多多少用钞票多用电子支付的方式 来跟这个餐饮业的这个 跟三个支付信用来合作 鼓励大家透过这个电子支付的方式 然后来享用台北的美食 那也鼓励我们台北的美食餐饮 可以在疫情之后快速的可以振行起来 那再一次这个呼吁大家可以赶快来参加 这个3000万其实是用完就没了 那鼓励大家赶快来这个上午登记 赶快从十月要开始 就来享用台北的好吃的料理 三家便利支付业者与旗下合作 超过一万3000家北市餐饮店参与 期盼借着消费回馈的推广 带动在地餐饮产业发展 商业处也预计促进超过3亿元营收商机 回馈总金额达3000万元先抢先赢 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密切关注所选支付业者 公告的回馈金资讯 许多爱花民众到场参观 就是那边那些花就是我真的 就是很常有一些都没看过 就是我最知道那些花 就是比较普遍的那一种 然后我今天就看到很多颜色 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 对 印象有点深刻吗 我觉得兰花去那边的花都很好看 然后呢颜色也是 就是有些颜色都还蛮特别的 我们有上一堂课叫花卉学 然后老师有跟我们说可以来这里参观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 我们就是喜欢干燥花那一种 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保存那种新鲜的花 所以今天就是来这边看 我们今年所呈现的部分 包含了有婚礼的部分的布置 以及会场的布置 但是最重要的是 如何你把花卉可以带到家里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小物件 比如说你们家的瓶子 罐子 或是用过 曾经用过的回收的一些锅碗瓢盆 其实它都可以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只要你把适当的植物 适当的花 适当的多肉 放置在里面 就可以美化到你家里的客厅 厨房 以及书房等等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空间 那特别新品种如何 可以借由广推广 然后到达所有人可以接触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来这个现场 2022的新品种推介会的南港展览馆来观赏 那我们很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三天的展出 来到现场 看看每个研究者在三大展区的研究成果 以及在我花电协会各位老师的努力之下 把花如何呈现在生活面的运用 相信你看过之后 你也可以把你家的花 或在你家没有使用到的盆器 可以融为一体 在你家的任何一个角落 展现出最美的生活情景 这场台湾花卉品种推介会 充分展现台湾花卉育种人员的实力 现场可以欣赏到许多花卉新品种 像是无次的麒麟花等等 还有今年布置在国庆典礼舞台 所使用的花卉新品种 让参观民众大开眼界 那这个是我们新的无次麒麟花的品种 以往的麒麟花因为有次 所以消费者不是很喜欢 然后生产者其实也不太愿意生产 那所以因应这样子的市场需求 我们就去开发无次的麒麟花 那我们的麒麟花其实是使用了一个新的种源 所以它的珠型 它的花色跟它的一个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与亚买加圣诞红去进行杂交的 所以它跟以往我们所看到的麒麟花会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有创造天王天后跟天皇 那主要就是取自于它的花色不太一样 所创造出来的 这一株是天皇 那它的花色是现在市场上面 比较少见的纯黄色的花色 那这颗粉色的有点胭脂红的这个颜色是天后 有点像女生的颜色 那下面这个是天王 就是很雄壮威武的 然后花是比较大的 所以天王天后天皇 皇室系列请带回家 这个品种是种苗二号 我们叫红燕 它是桃红色品种 比较桃喜 它适合做盆花用 然后再来的第二个品种 就是我们的种苗一号 叫粉珍珠 那这个是比较修长型的 它是可以比较做切花用途 跟盆花两用途 那目前为止国内的一个年轻市场的话 它比较喜欢淡粉色系列 所以这个部分是很不错的一个品种 然后第三个品种 就是我目前所指的 这个是种苗四号 我们叫热晴 它热晴如火的感觉 又火焰花形 所以在国内市场的话 也是适合做盆花市场 然后再来的第四个品种 这个就是我们种苗三号 叫粉珍珠 那粉珍珠的话 它也是适合做切花品种 那它比较特别的是 在所有固体花品种里面 这四个品种里面 它的香气是最浓郁的 等会也可以来闻闻看 它的香气是很少见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目前 这个种苗三号 桃之华 它是作为一个香气用途的切花品种 那我们菇挺花 其实在国内的话 算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花卉 然后因为在菇挺花的正常产期 是三到四月 那三到四月的话 如果没有什么节庆的话 基本上用花量少的话 农民的利益 种植的利益就会减少 那所以呢 我们像现阶段是十一月份的展展展展 那我们利用种球的一个调节技术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预定的 节庆的时间呢 让它盛开 然后呢 在节庆需要用大量的花的时候 让农民可以种出菇挺花 然后也能够开出来 让消费市场能够购买 那这样子可以创造我们菇挺花更大的价值 所以目前呢 菇挺花的一个产期调节技术呢 我们也都有开发出来了 那未来呢 我也是希望在不同的节庆呢 都有看到菇挺花的踪影 让农民产生更大的一个商业利益 除此之外 我们还顺道提起 研究者的心血 可以藉由一个展出的画面 呈现在众人的面前 特别是今年的国庆 今年的国庆主舞台 以及诗仪台 我们都充分地运用台湾所预成的一些新品种 那这些新品种 各位 你也可以在展区里面去发现到它的中机 这些新品种的呈现 都是研究人员 他们花了五六年 甚至最多到十年的精神与努力 才可以把它成为一个专属的品种 而且在申请品种权之后 它就是一个国力的象征 我们的燕宏福祉呢 是今年有被应用在我们111年国庆的大典上面 那燕宏福祉的特性主要是它的评仨寿命非常的优良 那它可以到35天 这个已经突破原本的旧游品种 大概只有14天的一个极限 所以这个是我们燕宏福祉的一个特性 那它的育成的血缘呢 其实是结合了台湾原生十足 日本十足以及美国十足的一个特性 所以它等于是三国的联盟就对了 所以它体质非常的好 可以全年性的栽培 全年性的生产 台湾的主要电信栏品种都是绿叶 那我们这是高雄一号曙光 它是半叶的品种 那我们是在民国100年开始进行它的诱变育种 然后在103年选到了这一颗曙光 然后之后开始做一些组培的量产工作 那也就在今年9月 那提出那个品种权申请这样子 那在因为今年配合国庆 希望有一些国产的花卉 所以高雄一号曙光就它的企业 就作为它国庆一些业材 然后展现给国人看这样子 2022台湾花卉品种推荐会是由农委会农粮署 携手台湾区花卉发展协会等花卉产业界第二次举办 去年首次展出成功带动花卉商机 因此今年扩大规模 希望国内外的花卉产值持续成长 也落实照顾农民 我们的效益 去年我用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火鹤花 火鹤花高雄三号的红龄这个品种 我们去年在这边光是一个品种 在今年1月到10月 我们已经行销了100多万株 那100多万株的产值 1100多万 比去年增加了500多万 所以我们今年 今天大概有1500多种的这些新的品种 所以我们每一种 如果有以增加100万来计算的话 各位很简单 我们就马上可以算出来 所以今年我们很希望 能够来突破2亿3亿 那我们也很希望 我们的观众能够突破5万到10万 我们之所以要办这个活动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我们今年所研发出来的新的品种 以及最近这几年国内的特色品种 还有国外进口的这些品种 都能够在这个地方 让育种者 还有让贸易者 以及消费者 都能够一次在这个地方 看到 发现到 买到 所有台湾 或者是可以说全世界最新的品种 那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二届 那去年我们办的成果相当的好 去年大概有1000多种新的品种 今年有1500多种 所以比去年增加了500多种的新的品种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 把国内新的品种能够推广到全世界 那最重要的我们这些新的品种 我们会把它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 包括欧盟 包括美国 日本 澳洲 中国等等这些国家 我们会去做注册跟保护这些品种 来让我们国人的智慧结晶 在全世界获得肯定 同时受到保护 那我们非常希望 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在今天开始 一直到礼拜六 能够到南港展览馆 第一馆 第一区 来观赏目前全世界最优质最新的品种 台湾花卉品种推荐会 规划了品种展示区 生活应用等五大专区 展出超过1500种的国内育成 及国外引进花卉 即日起展出到11月12号星期六 欢迎爱花及想要赏花的民众 踊跃到现场参观 享受这场花卉饗宴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Home Plus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能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也没确诊 阿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设计师运用宝特瓶回收制成的宝特纱 以黑白涂鸦设计 演绎新一季的潮流服装 2022大稻城秋货季 集结大稻城布业服装设计 致意职人的服饰产业链 邀请在地服装品牌 透过大稻城时光秀 展现SDGs永续新时尚的精神 那这一次我们大稻城创意界区办理社会的 是秋货季是我们第五届 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回城 那我们是希望说大稻城是一个 物质跟消费比较流动的一个地区 但是现在我们世界来讲 永续环保的这个议题 那我们也希望是说 我们的这边的消费的行为形态 可以把这永续经营的概念 所以这次的秋货季 就加上了这个永续新时尚的概念进来 那这次君达等的黄秀锦设计师呢 那他就是用这个环保的素材 他以回收的这个材料 那重新作为他的这个布料的概念 再设计回去他的这个作品当中 那这个跟过去我们只是纯粹的 把这个旧衣回收然后又更进一步的 在衣服的材料上进行进到一个环保的责任 我们这次还有一个蔡雪林老师 他当时就是捐给这个实践 这个旗袍非常多的旗袍 这也是就旗袍做这个改造 那这个改造的工作其实也是交给这个实践的 古装学系的师生们来做进行的 这个重新改造运作 那因为旗袍这样的东西 也许对现代人来讲 有一点不见得是能够去负担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旧的这样的一个旗袍 加以这个改造解体的话 那重新赋予他这个衣服的诠释 那他在文化跟衣服的意涵上 还有不同的一个解读 活动当天还接连演出岛屿歌谣 包括台湾爱情歌谣 旗袍夜上海 并用音乐致敬义贼料天丁 与说唱艺术国宝杨秀卿老师 以歌声音乐串联服装秀 演绎大道成的在地文化 我们刚刚提到的Jing Garden的黄秀卿老师 那他是用环保的这个衣料 去做衣服的这个设计 然后他跟他搭配的 就会有个台湾爱情歌谣的陈老师 他的这个琵琶 跟着这个带出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境 2022大道成秋获季 11月11号到13号登场 由永乐商圈发展协会主办的 漫步老城市集 11月13号则是在永乐广场举办大道成时光秀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一起回游大道成 感受大道成的时尚魅力 记者领席会以台北报道 以获得首届北台湾精品咖啡评鉴 三峡竹轮子庄园自产咖啡豆 充足出来的香醇咖啡 底层使用金枣酱 最后再附上金萱茶奶盖 就完成小清新咖啡节 限定特条咖啡 今年首度举办的小清新咖啡节 以当咖啡遇上在地食材为题 广邀咖啡职人 结合新北在地农特产 创造出专属限定的美食音品 这次小清新咖啡节的名称 小的话就是以小农为主题 那清的话是年轻化 清农 新的话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创新 主要的特色点是 我们这一次的摊位结合 我们除了有邀请到 斜抗职人市集 跟新北市希望市集 去展示一些新北市的农产品之外 我们的咖啡店家 茶叶店家跟餐饮店家 都有因应一些新北市的契作 茶叶去做结合 去做茶咖啡 或是茶点点 或是各式的合作的产品 那我们这一次市集的主题 并有一个是金金相应 使用的是金枣以及金萱 那另外里面使用的素材 有这一次北台湾精品咖啡瓶件 得到精选点长豆的 新北市三峡竹人子庄园 使用的咖啡豆 跟我们新北市农业连仪会的会长 所种植的金枣 去做这样的一个特条 制作的过程 主要是希望说让各个大众 其实在舞台上看到这样的展演的时候 回到家中也可以轻松做出一杯特条 所以我们使用的堆叠的层次 制作方法都相对简化 那可以保留最好的风味的同时 又可以轻松在家品尝一杯咖啡特条 除了由咖啡职人运用在地食材 制作专属限定的咖啡饮品 咖啡节另一大亮点 还有加发杯咖啡冲组竞赛 那我们在市集内 为了让整个市集的气氛更加的活络 更加的活泼 我们有举办加发杯的咖啡冲组赛 那我们有学生组跟社会组 那我们这次比赛指定使用的咖啡豆 是由达文西咖啡提供 使用的是他们其中一支 在意大利ICT国际大奖 获得金奖的宾纳里欧配方豆 那新北市希望市集 其实一直以来在壁坛 都有举行一系列的市集活动 那这次早上我们台卫咖啡发展协会 去做承办 举办了小星星咖啡节 就是希望在带领青龙 去发展更多的多元的发展管道 那也希望说结合台湾在地的咖啡 在地的茶叶 可以让整个市集有更多不同的面包 去让大众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小星星咖啡节将于11月12、13号 在新北市壁坛东岸广场登场 欢迎民众在周末假期来走走逛逛 品味香醇咖啡与友善市集 共创的美好生活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展场入口处的艺术作品 台湾灵象 现场吊挂的凳子 依照树种生长高度排列 表达台湾的森林上茂与生态 由台北科技大学 木役中心主办的 森如生活国产才好设计展 以台湾在地灵场产出的 国产木材作为媒材 设计产出生活居家用品 传递附碳家具的概念 那我想最重要的是 要让我们的国人 能够看到台湾的国产材的美好 特别是这一次 在林沪局的支持下面 还有这个台北市文化局的 这个场域 我们要展出的 其实就是台湾 多样的生活的样态 透过国产的好木材 透过好设计 我们希望能够让国人 开始去体会到 台湾的附碳家具 那台湾的附碳家具 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情 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在谈 2050年的这个碳中和 净铃碳盘 那我们在这边所使用的 这些国产木材 都是人造岭的国产木材 所以呢材料本身 它就是一个固碳的材料 所以当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是把这个大气里面的 这些二氧化碳 透过材料的部分 把它吸附二氧化碳 形成木材 然后为我们所用 我们再透过设计 把这些好的材料 放到我们的居家生活里面 就好像我们每天 都坐拥一片森林的概念 那特别是我们的 这个入口意象 我们用的就是 所谓的台湾林象 那我们用17张 台湾17种不同的材料 所建构出来的这个意象 然后依照材料的这个 海拔跟高度来做吊挂 呈现台湾的生活样态 跟森林的样态 那凳子就是台湾生活里面 非常非常典型的家具的样态 以后就是以前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有在用的东西 透过这个东西 在这个店里面 要怎么去电影出来 让大家可以了解台湾过去的生活方式是怎样 那从过去再走回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展场里面有艺术家具 有设计家具 能够让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开始去体验 台湾的森林的生活的美好 那我想我们在展场里面 用了两种最主要的材料 一个是阔叶树的桃花西木 另外一个是蒸叶树的台湾山 台湾山是东亚第一高的树种 然后它也是全世界唯一用台湾命名的树种 那台湾山我们又叫做 这个卢凯族的原住民 我们朋友就会叫它叫做 撞到月亮的树 你看光是这个名称是多浪漫 那它的材料呢 我们又叫做七彩台湾山 就好像台湾的多元的样态 这么样的colorful 但是又是非常非常的 缤纷的色彩 来展现台湾的这个 多元的样态 而且又这么样的多元 跟缤纷的文化色彩 所以这个材料本身 它就是一个非常象征台湾的材种 那我们在现场就用这样的材料 来创作不同的这个 各种不同的居家用品的这些家具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用 桃花西木 那桃花西木呢 是这个台湾的扩叶树 是目前在平地造林里面 这个蓄积量最多的材料 那我们用桃花西木来制作 不一样的这个家具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新北桌 我们为这个台北市文化基金会 打造的这个新北桌 就是用桃花西木 因为古代来讲 它就文化意义叫做 桃花剑是做避邪用的 所以它基本上从文化的语意 从材种从特色 都非常的台湾的文化的意涵 表现在其中 所以我们也用桃花西木 在我们的展场里面 把它应用在各种不同的 像桌椅柜 这些所有的生活用品里面 让台湾的桃花山 跟台湾的桃花西木 能够伴随我们的居家生活 展场分为艺术家具 和设计家具两大展区 总共约60件作品 兼具艺术性 实用性与生活性 以永续设计 互联共创为主轴 巧妙融合新芳村茶行的 建筑空间 与国产木材家具的优雅氛围 林务局从2017年开始 推动国产财元年这样的政策 目的就是希望说 让台湾的人工林的资源 能够被永续的利用 那把它的所提供的这些会议 分享台湾所有的人 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们希望推动生活林业 那也就是让人工林里头 不管是木材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非木材的物质 或像精油 能够进入到台湾每一个人的 生活层面里头 那其中呢 像这个家具 那或者是像建材 或者像家室 那特别也需要结合我们 台湾非常精彩的工艺 或者是非常坚强的设计的能力 那所以呢 我们就跟台北科技大学的 陈殿李教授合作 那运用17种台湾国产的木材呢 来结合我们的工艺师 还有结合非常多的设计专业的工作者 那另外还有不同的这个产业 来制作成包含家具 或者是包装盒 那目的就是希望说 让大家认识 我们台湾森林的这种永续的价值 那另外呢 这些由国产的木材 所制作的各种家具 或者制品 它里头 还保存了过去树木 所在空气中捕捉的这些二氧化碳 那透过这些木材 跟家具的使用跟保存 这些二氧化碳呢 就被永久的固定在这些家具 或者是用品里头 那成为降低地球二氧化碳的 这个碳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示 可以让更多的人 来到这个古色古江的场域里面 去了解到使用国产材 到底对我们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 对地球有什么样的帮助 那也可以透过这些家具 或者是工艺品 来认识台湾的工艺制美 那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一个 新方法 它落成于1934年 那在2009年 指定为市定古籍之后 我们重新的修复 在2016年正式的开放民众参观 那这个地方 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大道城保存非常完整的 和阳市的混合的建筑 那过去这边有茶行 也有烘焙茶的工厂 以及仓库还有住家 所以它是有多功能机能的一个建物 那这一次的展出 其实让古籍可以运用不同的一个艺术媒材 来做一个展现 那可以让民众走进这个古籍的时候 有不同的茶体验的一个感受 那这一次的展出 其实我们知道都是运用台湾在地零产的国产木材 来做一个产制 那很特别的是 有一个包括台湾零像的公共艺术 那除此之外 也有刚刚大家从影片上有看到 非常贴近居家生活的一些家具的设计 那在这一个场域其实非常的适合 在这一个充满了历史文化的一个场域 来摆设这样子的一个 国产木材产制的一些作品 我想大家等一下看的时候 应该会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那这一次的展览很开心 除了有不同的一个 艺术媒材跟古籍的连结之外 其实我想很重要的是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的 不管是文资的保存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自然生态 其实永续跟环保一直是我们 在追求跟强调的理念 那你希望大家在看这些作品的同时 也可以把这样子的理念 更为传达出去 深入生活国产才好设计展 即日期展出到12月31号 新芳春茶行配合本次展览 将规划一系列茶席与品茶活动 欢迎民众至新芳春茶行 脸书专页查询 记者李其慧台北报导 一片片雕刻皮革 经过拼凑而制成的马鞍 精致又独特 一旁的背心脱鞋也不同一般 拥有美学设计感 还有生活用品如瓷盘椅子 都可以加入皮革制作而称 这次台北市装饰艺术文创产业工会 会员连站 展现皮革的前扁网画 现在这次所看到的话 这个是美式唐草 美式唐草的风格 然后上面的话就是亚历山大风 亚历山大的风格 它的风格的话会比较小一点 比较细致一点 然后一片一片 它总共大概12片 要雕刻12片 然后再把它缝起来 缝接起来 仿青蛙石 然后一样都是牛皮 都是牛皮 然后这一块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 我们在庆典中间那一块 三层肉 三层肉 那表现来讲的话 就是连猪皮都要有 皮革来讲的话 它不光只是我们所看到的包包 长颊 其实皮革它所有的东西都能做 只要你想得到它都能做 一般生活用品来讲的话 像椅子桌子 你可以把它包起来 因为皮革它是有生命力的 你可以越用越漂亮 就跟它养茶壶一样 它会越用越亮 我们这个皮雕艺术连展 主要是台北市装饰艺术 文化产业工会 我们的十字群的皮雕艺术连展 那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个皮雕连展 因为我希望把我们好的皮雕艺术 呈现给各位观众 因为尤其是我们的皮雕 它是可受性的东西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皮雕 只知道什么叫皮革 那我们为什么这次会展这个连展 因为我们有山水雕 有唐巢 有皮硕 有水生雕 那总共今天参展的作品大概将近80个 那最主要我要告知一下是 我们的皮雕展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结合了这么多的技法在里面 像我的血线雕艺术很生活化 它有色彩的 它是有色彩的 所以这么简单 所以我的作品当中都会比较小 为什么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生活化 那很多老师的都是有加框的 比较大的艺术作品 那我们这个展我希望说 已经有人反映说可以每一年来展一次 那我也希望说有同好喜欢 或是爱好皮雕的艺术者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共学共好 除了生活风格制品 写实的山水画也能透过皮革做成 其精细度与染色至精准度尤为困难 郑宏斌和刘子玲却以皮质山水画为乐 写实呈现眼见风景 现在做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比较写生类的 写实类的 所以都是比较强调有层次 有深浅有层次之外 是挑起的有层次 还是色彩的 还是都是要强调有层次 那今天会介绍这个就是 因为大部分看到的皮雕都是 做的比较图案式的 比较呆板 那而且在皮雕界里面做山水的 很多 做山水的人不多 那山水它 要在皮雕上展现的话 它 又是另外一个境界 比较懒的就是流水跟银材 这个都必须在工具 用工具去用它的角度来展现 所以这个就变成会 要运用到个人的思考空间 用自己的螺族思想去 怎么样去把它展现出来 这是它比较懒的 素皮的纹路是 因为是斑波的 是不规则的 所以使用的工具会 比较多 比较多种 然后在敲打的时候 因为它我们这幅是立体雕 所以要再敲的时候 就是因为它的边边是 需要把它打下去的 所以会 需要用 打凹是对的 对 打凹的力道要有比较大力 因为我本身是学美工出身的 然后对画就蛮有兴趣的 所以对于用皮革来做 做出一个这种作品 就是蛮感兴趣的 就是皮革也蛮多样画的 所以就会想要尝试在上面 就是做不同的图出来 就是山水啊还是糖草什么的 熊壮威武的獅头骨头 是皮雕创作者林矮珍的作品 立体的图像更能展现 动物的特性与神韵 原来皮革创作不仅于生活用品 更是艺术的美材 我这幅作品呢 是百兽之王老虎虎 因为我是把它做成立体的 让它可以呈现跟平面的 展现不一样 就是它是立体化的 但它就是一种意境 不是说写实派的 只是一个意境 所以用皮革去塑形 把它的这个气势展现出来 那利用这个牛皮 还有猪皮 皮革都是一张平枕的 一个比较硬的材质 但你要把它弄成柔软 然后弄成可塑 就是你要它柔弱的地方柔弱 刚硬的地方刚硬 是比较难的地方 就是比较难呈现 就是要用特殊的方式 特殊的技法去呈现它 作品皆是近年的创作 在士林公民会馆展出到 11月25号 期盼藉由展览推广皮雕文艺 同时也有开设免费的DIY活动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逛展体验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一定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琪盘关心您 一只只大草虾先经过热油汆烫再用蒜头酥下去拌炒加入葱花锁住鲜甜整盘的避风堂草虾标榜基隆海味 因为我们虾子是本土的台湾的 坚持原味买买一桌子13道菜 当然掏客不能错过 因为小卷特色那些日线很鲜甜的 所以那本土的话 那个海域的话都是很 水质都很清新的 所以像清蒸的话吃的话都是很好的 你怎么料理这个小卷 一般的话新鲜的鱼货的话清蒸是最好吃的 所以不用在那边过多的价味还是调味料的话 所以是最中原味是最好的 我以为台湾的石斑是世界有名的 所以我们养殖不管是养殖还是水质口感的话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 所以我们本土的石斑是最好吃的 而且是基隆的话 因为新鲜的话也是你清蒸的话 清蒸然后起来的话加一些鱼露的话 像鲜甜味道肉体也很好 基隆是一个海港城市 北部地区的鱼货也是从基隆最大的集山地 那食语文化也是最近在推广 吃当季的吃在地的吃出它的美味 跟它的新鲜跟它的营养 那基隆市政府每年我们都会跟基隆区鱼货来合作推广 让大家吃得好 那今年我们特别以长榮桂冠的彭源 来办理这个食语文化的这个桌餐 那这个原价8000元 我们上网去店抢购 我们现在只要6500元 会有11道山珍海味 外加水果跟甜点 那而且来参加的我们还有抽奖 而且每桌还会有一张1000元的我们的鱼货的兑换券 所以可以说有吃还有鱼 那很欢迎大家来 因为基隆除了有好吃之外 还有很多好看的 所以可以细加带券 跟金鹏好友一起来基隆 来参加我们的食语大餐 这次農卫会的推行 農邮健 我们基隆区域那个贩卖部 在5天之内 就马上销售一空 把石斑鱼 一些 木仔鱼 白带鱼 各种鱼都销售一空 搭上这个热炸 我们今年基隆区域为了推广推销 我们基隆在地的鱼产品 让民众尝试到 基隆本港最新的海鲜料理 和和市政府 基隆区域和基隆市政府 和办海鲜大餐 基隆区域和市政府合作 推出了基隆山海大餐 睽違四年正式回归 记者会上宣布 11月11号上午开卖 限量100桌 每桌6500元 还加正基隆区域贩售部 千元抵用券 相当划算 由彭源五星级的厨师 来做烹调跟料理 那今年我们除了 我们在地鲜田的鱼产之外 那鱼汇这边 也配合政府的政策 那我们将这个国产的 史丹鱼入彩 所以说 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可以把握机会 在12月8号的时候 那到彭源会馆 来享用我们这个鲜美的鱼产 美食 那另外 今年我们这个 还是有限量 要报名 在11月11号 来基隆区 渔会的Facebook网页 会公布报名的方式 那请民众 手脚要快 双11的时候 到金融区 渔会的网站 上网去 来做报名 然后我们是有限量的 岁末年终聚餐 爱吃海鲜的鱼 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 黄绍鸣 金融 金融长庚音乐 长期以来 关怀弱势不遗余力 近年来 持续提供电影活动 让受辅助的家庭 有机会同乐 留下亲子间美好的回忆 为什么会叫陪伴式的关怀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 就是缺少陪伴 那家福的孩子们 除了没有多余的钱 来看电影之外 也没有办法 家人一定要去工作 所以我们就想到 用看电影 然后强制他们 这两个小时的亲子关系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 都会一家人带出来 尤其当我们看到 阿公带着小朋友 甚至还说 哇 我已经四五十年 没看过电影了 因此呢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陪伴式的关怀 以黑亚当的电影故事 翻转与青少年的相处方式 并传递正能量 基隆行大和少年队 也祭出好礼 宣导防毒 防诈 防诈 防诈骗 基隆长庚也相当感谢 多年来关注公益活动的团体 和个人 近年来更深入学校 让爱无远佛界 那现在呢 我们也邀请了高中生 跟国中生 那明德国中呢 大家也都知道 在我们调查结果 他弱势占助了 他们里面的50% 所以我们也加入了 我们这个关怀的团体 所以呢 明德国中也来 今天呢 很特别哦 他们一家五口 全部到场 哇 让我们觉得 我们真的做到了 陪伴式的关怀的宣导 种子呢 也散播出去 那接下来就是暖暖高中 还有建德国中等等 我们希望大家 跟我们一起 加入关怀之外 也不要忘记 自己的陪伴式的 家人的亲子关系 以陪伴式的关怀 一起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透过共享电影 留下亲子间美好的回忆 记者 市议员争取联任的老将 有国民党在七度唯一提名的 现任议长 蔡旺连 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国民党在七度唯一提名的 市议员候选人 4号蔡旺连 在这里很请乡亲 再给旺连一次机会 多年来 沉蒙各位乡亲的台爱 我没有辜负任何乡亲 给予我的使命感 请大家继续再给旺连一次的机会 继续再为七度打拼 为基隆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拜托大家 亲民党提名的现任市议员 杨秀玉 大家好 我是七度区的市议员 登记第一号 第一号的杨秀玉 也是服务第一 问证第一的杨秀玉 11月26日 恳请我们七度的乡亲 再次的来支持登记第一号 第一号的杨秀玉 继续的来为我们七度来打拼 为乡亲来服务 秀玉再次的困救和拜托 11月26日 大家一定要集中选票 继续来支持定期第一号 第一号影响的杨秀玉 谢谢大家 谢谢 以及五党级现任市议员 张耿辉 各位乡亲父劳 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登记五号 张耿辉 在此感谢我们乡亲多年来对耿辉的支持 以爱护 耿辉这多年来 今以专职专业 坚定信念 勤走基层 以五党 五派 五八福 大胆的在市议会 为我们基隆市 尤其七赌七市民 争取各项的福利与建设 11月26日 再次的肯托 我们基隆市的乡亲 尤其七赌七的 务必集中你的选票 票言不要分散 而民进党籍现任资深市议员 苏仁和不再寻求连任 把机会让给两位党籍新秀 一位是担任自己议员时 一起服务地方多年的特助 林昆明 拜祝 另外一位 则是基隆市长林又昌前秘书曾宜方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七赌区市议员候选人 登记第三号曾宜方 宜方担任过林又昌市长秘书 参与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市政建设 累积了许多的服务经验 未来宜方将会用心的做好每一件事情 11月26号请大家支持七赌新女力 三号曾宜方 此外时代力量也推出年轻律师 陈凯宏敬竹争取为七赌相亲服务的机会 基隆市民在交通事故上所遇到的困难 以及基隆市民在工作上所遇到雇主 積欠薪资的问题 在这两个环节之内 我都发现基隆市政府只要透过前期的交通规划 甚至于是透过所谓的劳动检查 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去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 甚至于是防止劳工讨不到薪资的状况 但是呢 基隆市政府却是一直的持续的不作为 在我诉讼的过程之中 我发现只有进入体制才能够真正的 真正的改变这些不公不一的事情 我是二号陈凯宏 我会参选七赌区的市议员 请大家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能够为基隆市民服务 谢谢大家 蔡旺莲 杨秀玉以及张耿辉 三名现任老将地方经营服务 已久民意基础雄厚 不过面临另外两党三名新秀 林昆明 曾宜芳 以及陈凯宏的竞争 无不战战兢兢 不敢掉以轻心 而民进党提名林昆明和曾宜芳 希望将丙做大争取最大的民意票源 老将新秀同志间互相拼搏选情相当激烈 不过最后谁能出现当选 还要由欺读人来做决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律师及立法委员林楚英陪同下 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到金融地方法院按铃告发竞选对手 涉嫌洗钱及掏空 希望司法调查清楚给市民一个真相 在今年7月份 北检的起诉书写得非常清楚 他参与了德性证券的掏空洗钱案 到目前为止他自己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所以我想基隆人都很关心这个议题 全国人民都很关心这个议题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到这个地方 来就这件事情 希望有法律的程序 来能够让他厘清真相 我们也呼吁 谢国良 谢先生 侵占了德性证券一亿多的账的现金 应该要返还 应该要返还 陪同的立法委林楚英也认为 要参选市长的人 不应该连公葬私葬都分不清楚 也不愿意向大众说明 最重要的是 选一个金融市的市长 未来大家要如何来信任你 你无法交代清楚 你过去在公司行号当间的 这些所谓的你个人的司账跟公司账 那接下来如果你成为金融市市长之后 我们还有所谓的公库 那公库还有公司库 还有你的个人金库 这三者之间民众要如何相信 所以我们选择希望透过一个法律程序 把这些事情通通的一一来做还原 因为谢国良先生你不愿意回应的 那我们只好请司法来做调查跟了解 而在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 蒋万安宣布请辞立委后 同样据立委身份的民进党 金融市长候选 蔡世英是否会跟进 蔡世英也做出回应 强调在每个岗位上都全力以赴 不会辜负市民的期待 我们真的是很认真的一直在做相关的工作 就如同在上个礼拜 国道高速公路山崩的事情 是因在这过程当中协调了各个单位 我还把竞选的相关活动都停下来 就是认为这个是应该是一个立法委员 该要为我们基隆市民相亲 来做服务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在我们的选战自己的节奏 我们会照我们的选战流程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但是不论我在哪个位置上面 我都会扮演好那个位置的工作 那请我的对手 谢伟长谢谢 真的不用太担心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上 当群组不断被转传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